深夜时间公寓一楼突然冒出火光 门口陷入火海 消防人员接获通报赶抵现场 不骑水线准备灌救 左邻右舍聚集 被这突如其来的大火全都吓了一跳 走近一看公寓一楼大门口烧成焦黑一片 原本停放在旁边的机车和杂物 全都被烧到看不出原本长什么样子 火势差点就要波及楼上住户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桃园平镇岩平路 5号深夜11点多公寓门口遭人为纵火 差点就要害得住户逃生不及 有居民就把矛头指向住在同一栋的一名男子 邻居爆料这名男子过去曾经在自己家里锤打瓦斯桶 发出巨大声响 甚至还会骚扰邻居 骂脏话踹门 还在别人门前泼洒不明液体 整栋住户几乎都被他骚扰过 居民不堪其劳 甚至在火警发生前几个小时 男子才跟邻居吵架 才会怀疑这场火不寻常 不过警方将男子带回时 身上没有发现烧烫伤 以及汽油尾等纵火证据 还没有办法确认到底是谁放的火 大门路口遭到放火 不止财务损失 住户更担心安危 现在只希望可以尽快厘清案情 恢复正常生活 TVB的新闻 林志伟 杨琪 桃园采访报导 出现营 百贼 英里 我 cont